上午10点半左右上海新华医院新胸外科发生一起严重伤害无辜医务人员事件 患者家属因为医患纠纷直接冲入该院新胸外科病区 导致6名与死者死亡患者无关的无辜的医务人员受伤 伤情最重的外科副主任险些嗓名 今天伤势最重的新胸外科副主任丁医生还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其他5位受伤医生已无大碍 丁医生的左前胸刀伤伤口深达4厘米 离心脏仅有1.5厘米 医院介绍 去年12月27日一名叫刘永华的患者在医院接受了手术 于今年1月28日不幸死亡 死者儿子刘鹏主官认为院方有责任 昨天早晨召集了家属约20人 先是在医院设灵堂 随后静止冲入医院新胸外科病区 踢开新胸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门 发现室内无人后转而攻击隔壁办公室的新胸外科副主任丁医生 连续两刀捅向丁医生的左前胸 致其当场重伤倒地 行凶后凶手还将丁医生拖到八楼窗口 威胁将他从窗口推下 不少医务人员和群众上前阻止 共造成六位医生受伤 事发后警方在案发现场抓获了六名犯罪嫌疑人 目前刘鹏已经被刑事拘留 另有三人被治安拘留 两人被治安警告 不少病人的家属都看到了行凶一幕 他们表示患者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 他们能够理解 但是绝不应该通过违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东方卫视记者胡小白 吴海平上海报道